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樱桃小口樱桃小嘴的由来哦 哇来看到这个是智利的樱桃 有没有看到很大颗很饱满 非常的juicy哦 而且呢这樱桃里头呢是富含有维他命C还有花青素 所以呢对于帮助抗氧化 对于心血管还有保护眼睛都是很有帮助的哦 还有哦同样也在唐朝被视为是上等水果的那就是葡萄了 葡萄呢其实是张谦通行语的时候呢带回到中原的 而在画面上你现在看到的呢就是韩国的摄香葡萄哦 有没有非常的饱满而且又大颗 里面真的是很juicy很多汁哦 而且啊是无子的 你连皮一块吃的话还会吃到一股清香的甜味呢 好说到葡萄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了 那就是唐高祖李渊哦 过去呢他有一次在宫中就宴请大臣也准备了葡萄 没有想到这时候就有一个宰相叫陈淑达 偏偏呢他就不吃这些葡萄这时候呢高祖就很奇怪 就走过去问说你为什么不吃你是不是不喜欢吃葡萄呢 然后呢这时候陈淑达他发觉到皇帝好像很生气了 赶忙着就说哦不是不是不是我不喜欢吃 是因为呢我的母亲他生病了 然后呢他又很想念这个生津解渴的葡萄 所以我打算要打包带回家给妈妈吃啦 结果呢听了这番话之后啊 高祖是当场感动的掉下了眼泪啊 甚至呢还送了一百匹的绸缎给陈淑达耶 但是呢有个说法是说 其实啊这些都是陈淑达他临时瞎掰的谎言 但没有想到皇帝就被他骗了 要跟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梨子 他叫世多皮梨 你听过吧对不对 世多皮梨是一种梨子吗 是一种草莓哦 为什么是草莓 你说是广东话 可是广东话要怎么说呢 世多皮梨 世多皮梨是什么 听起来像strawberry直接翻过去的 哇你看这个画面上看起来好大一颗 而且颜色鲜红 闻起来还有浓浓果香的日本熊本草莓 这就是在阳性商店街可以买得到的哦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在吃的这个草莓啊 它并不是真正由这个脂肪长出来的哦 它其实是由花脱长大的 至于它真正的果实呢 其实是草莓上面它一点一点小小点的 我们都以为是种子 那才是它真正的果实哦 所以呢像草莓它是一种所谓的甲果 还有一种水果呢也是所谓的甲果 那就是我们很喜欢吃的苹果啦 苹果 像是我们把它切开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中间那一块我们通常会剔除不吃的 那个才是它真正由脂肪长大的果实 果实是长在中间那里哦 我们吃的就是它的花脱哦 还有哦这个就是在阳性商店街 一样可以买得到的日本的青森蜜苹果 你看中间那个黄黄的透明透明的 那个呢就是日本人所谓的蜜哦 因为呢它的颜色看起来很像蜂蜜 所以日本就这样子称呼它为蜜苹果哦 大家都有吃过来自新竹的饰饼吧 但是你知道吗 在阳性商店街也可以买到来自日本的饰饼哦 而且呢这跟你平常吃到的饰饼不一样 因为它是属于半干燥的状态 里面呢还保留了50%的水分哦 口感呢吃起来比较软熟一点 而且是超甜超好吃的 好其实呢这个饰饼你知道吗 除了生吃之怀它也可以煮成汤哦 记得这时候可以加一些像是南瓜啦 莲藕啦 橙皮还有姜哦 一起下去煮成汤 但是呢提醒你这个饰饼应该要切一切 这样子它的甜味比较能够释放进入汤里头哦 好讲了那么多水果的故事哦 你知道吗 原来水果在古代还可以用来传达情谊耶 大家都听过一首歌叫帅到分手 但是你知道什么叫帅到车子塞满水果吗 在西晋的时候有一个美男子 那就是潘安啦 据说呢他每一次啊 驾车出门的时候 当地的这个女性朋友就会陷入疯狂 打开吹过去献上水果 因此呢每次他出门的时候 车子都会塞满水果 有一句成语就叫做植果迎车就是这样子来的哦 好也就是说呢 原来水果不是只有在拜拜啦 还是拜访亲友的时候才会用到 原来你遇到尬野的对象的时候 也可以送他水果耶 记得这个时候要去阳性商店街来挑选啦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小金的不负责任教室 咱们下次见咯 记得按订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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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l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